约书亚记 第二十章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 你要告诉以色列人 你们要照着我借着摩西命令你们的 为自己设立避难城 好使那出于错误 并非蓄意杀人的 可以逃到那里去 这些城要成为你们逃避报血仇的人的避难所 那杀人的要逃到这些城中的一座 站在城门口 把自己的事情向城中的众长老述说 长老就要把他接入城中 到他们那里 并要给他地方 使他可以住在他们中间 如果报血仇的人追赶他 长老不可把他交在报血仇的人手里 因为他并非蓄意杀人 他以前与他并没有仇恨 那杀人的要住在那城里 直到他站在会众面前受审 等到当时的大祭司死了 才可以回到本城本家 回到他逃出来的城那里 于是以色列人在拿弗塔利山地 把加利利的基蒂斯分别出来 在以法连山地 把事件分别出来 在犹大山地 把基列亚巴分别出来 基列亚巴就是西伯伦 又在约旦河东 耶利哥的东面 从刘本支派中 指定在旷野平原上的比西 从迦德支派中 指定在基列的拉末 从马拿西支派中 指定在巴山的戈兰 这些都是为所有的以色列人 和在他们中间寄居的外族人 所指定的城 让误杀人的 可以逃到那里 不致死在报血仇的人手里 直到他站在惠众面前受审为止 不致死在